真寶聯的三鬼方案 各自的政黨和政團去支持這個三鬼制 根本大家都是國懷鬼托 本來是這麼說的 客觀來說如果你問我 如果真是三鬼制才是接仇 客觀來說其實都不是大問題 其實都合理的 因為三個方案理論上 就是什麼人都照顧到 你什麼傾向的人 你是建制派也好 你是大的政黨也好 或者普通人都基本上有機會可以參加競選 這個其實挺合理的 但問題是由一開始 這班在立法會有議席的政黨 參加了真寶孫聯盟 正如說國懷鬼胎 而且不是真心真意是自己相信的 你全部是half hearted 全部是pay lip service 口說認同三鬼制 但事實上就是國懷鬼胎 如果你真的認同三鬼制 其實很簡單 第一應該就是全港大市政宣傳 對不對 包括你上海上海之行 裡面又說了一件事 你以民主黨為核心的動員去絕食 又是應該宣傳這件事 對不對 我相信都會爭取到一定的選民支持 還有 說到好像 譬如5月6日那個投票 對不對 理論上現在2500多人 你估計 如果真寶孫聯盟的政黨 就算是人民力量和社民聯 所謂變節 變一節 動員 你要動員幾百票 我想排第二一定是三鬼制 排不到第二也有第三個 不是他應該是第三個 但應該是座位忘贏 應該一定是 不好意思 他是第三個 一定點都有第二 一定點都有第二 如果跑馬 單Q 就是學界方回答這個三鬼制 很簡單 你根本都沒有去動員 你沒有去動員 你沒有去動員 就得罪最少票數 關人鬼事嗎 這證明你 其實就是 我真的很懷疑 包括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最多區議員 其實在那個佔中 很多義工都是民主黨 當然 我就不相信 如果你真的去 這麼誠心 贊同這個三鬼制 你應該一定 所以我想 即使人民力量和社民聯 變節都不會影響選舉 最近發生了一件小插曲 除了拍膊 就對於湯家驊和梁家傑進一步